大家好,今天呢,我就是跟小斯,呸,呸,呸,我是侯姨豪,今天呢,跟小高,还有那个小季,一起拍个视频,哎呀,你得意什么啊,看看,哈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好了,正式拍视频,好吧,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先自我介绍一下,介绍我的, 米纳萨,米纳萨,呃,米纳萨,我是红樱桃,QQ29287398,备注写桃桃,小,十丸,小包五文,大包十元,本纸特别包二十元,超大包三十元,八月十二日会有好友,抽到三文,会有三包十丸,免费,直到小姐,在右下,右下角加订阅,选择点,就这个抽奖已经活得过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别看了啊,然后像这个地方呢,这一次款,四单这种十丸呢,我已经,嗯,不是, 做了,现在,就今天给它介绍的是巴拉桃,我现在一款十丸, 所以, 让我退一,哈哈哈哈,哈哈哈, 比� km 便利,米纳萨,米纳萨,米纳萨,我是小小花仙子,QQ3320, 三三 三三二零四 二七一一四 摸摸哒 加订阅 哎呀 回家好好背为你的台词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边呢就是极心炎 小气 然后呢 这个极心炎呢 是今天帮我们摄影一下的 等一下 你们先准一下啊 克兰纳系 就是刚刚 做好的一款石碗 特别大 特别大 这超大包哦 三十元 有的时候 我们拆封吧 有的时候可能会增啊 对 所以准备好钱 对 加五克克 二九二八七三九八 嗯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款 公面是这样 因为那个 它是 这个是那个滑的嘛 所以要是下面再写 巴拉想不想诗完 摸的话就容易掉了嘛 所以就 其实就是这样的封面了 所以就不要建议 背面是这样子 都是巴拉想到先的 冷心没雪 然后呢 小兰 嗯 小千 这边有小千 这是一款 呃 我蛮喜欢小千的啊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开拆封吧 然后时间来不及 就不好了 我们就拆封的话 我 怕那个 拆到里面的那些卡 什么的都 然后就所以 让大家拆封的时候呢 最好 小心点 如果拆到比较硬的东西呢 那你就马上助手 知道吗 如果 如果 我说如果啊 我就说一定 快拆 啊 我把美女的头剪掉了 哈哈哈哈 啊 我怕真的真的不怕 真的 因为我里面有的东西好大嘛 然后呢 怕那个 动画就不好了 啊 把小兰的 小兰姐姐的脚给剪掉了 太好 一个把裙子 一剪 哦 头发 哈哈 头发 好了 你们没那么那么必要了 不就拆封一下 啊 看里面东西还蛮多的吧 好了 不准这些脱入了 然后呢 我拿到什么就 呃 记上什么吧 什么 好 这个 魔鬼堂 好 我们先拆开吧 哎呀 我就不用剪刀了啊 嗯 哈哈 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小妞的尾巴 蛮搞笑蛮搞笑的啊 啊 今天呢 在在我家院子旁边 我爱一颗的 知道了 就是在我家院子旁边 哎呀 在我家院子旁边拍嘛 所以 点点 我抽一颗啊 哇 吃的是我最喜欢的 你看 什么颜色 二两 哈哈哈哈 二十水一颗 哈哈哈哈 粉色一颗 哈哈哈哈 小妞 放啊 镜头 别放 还拿不到了 小牛的尾巴好了 小牛说我也要吃糖 闻到一个好香的味道 绿色的 那个 青苹果味 那你抽吧 拿上来 眼睛吗 眼睛 眼睛皮肤外的 那说明我是特别的 帮我定一下 好那我们 我来拿一个 也是一个糖果 好幸运啊 我们有两个糖果 那你每天吃一颗吧 糖吃太多 会猪牙哦 注意 好 两颗糖 不错 然后现在我来 我再来抽一个吧 嗯 嗯 嗯 什么东西这么大 卡片 是啊 好漂亮哦 是那个春夏秋冬的那一款 还有两张是小鲜河 那个美雪 美其的 还没抽到 嗯 好了 先看一下这个 春天是小蓝 秋天是 美雪 背面是这样子的 美雪的一个啊 背 嗯 嗯 那再 先让开 先拿抽一下 哇 贴纸的 小鲜 小鲜的一款 专门贴纸 嗯 嗯 这我再抽一个 嗯 咦 这一台是有个大大 啊 嗯 这就是我们刚才这边 可以收集一套的那个 春夏秋冬的那一款 也是剪开的吧 对 两款 这个卡牌 那这边我们看看这边吧 美其是冬天 小鲜是夏天 背面是美其的背影卡 好 那我抽一张 我还摸到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边 先看一下 这样子是人物卡 背面这边是有一张 那个 有两张贴纸 是可以撕下来的 给大家撕下看看吧 背面是这样子 你再贴上去吧 再贴上去 然后呢 哇好大 拿起来 是这么大的一张 它就折起来 因为 我就是折起来 背面是这样子的背影 小兰和小鲜的背影 然后这个就像拼图样 大家可以拼起来 蛮不错 好了 好了 别给我带走 好了 好 那你吃喝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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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是个睡前 睡前故事 这边 是小企鹅故事蛋蛋书 还不错 还不错 再看看吧 好好 这十二块 十二块九毛 看看看看看看 十二块钱 十二块九毛 十二块九毛 那我们这一包的是卖三十块钱的 提醒一下 因为就是超大包 面含是这样子 特别高清的那种 特别特别好 那如果你幸运的话 会得两本 一本大的一本大书 一本大书 一本那种的 你可以送给你的心情 啊 这是一个水印 一年 一年开 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红色的吗 嗯 哇 好漂亮啊 你都看了还是红色的 谁相信你啊 我还没摸到我摸 不知道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嘞 一款 一款这个 是那个美琪的 一款 一款这个 我一直贴起来了 啊 啊 一个小珠子和一个印章 很用心 这个印章和这个是 一款的啊 就是 你要是抽到这个印章的话 会会送你一个这个这个的 然后有个小珠子 这边是一系列的 看你会抽到哪一个吧 啊 因为三少了一些 因为 啊 还有个这个在这边 比如这个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是放在旁边的 然后呢 这一包呢 我感觉很特别大 要卖三十块钱嘛 东西都很多 看一下 快 嘿嘿嘿 没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 小哥呢 哎呀 就是给他分享一下 这个地方的故事吧 我来讲 嗯 好的 一边讲一段 好 一边讲一 一面怎么样 哎 这不是第一课 不用感情吧 没事 随便怎么做 是 皇帝的心装 从前有两个骗子 到皇宫里对皇帝说 他们能织出最美的棉 对 只有聪明的人才可以看见他 皇帝给了他们许多 金丝 嗯 许多丝线和金子 骗他们摆出空的编织机 装出认真工作的模样 呃 样子 样子 嗯 还是模样 不许拍您 不许拍您 快点读啊 一天 没事没事没事 嗯 一天老 老部长看到了 空 空空的植补机 哎呀 我 我是愚蠢的人吗 不行 这不能让人知道 老部长 老部长回去好 就告诉皇帝陛下 很精进的陛下 那些布料真是美丽极了 皇帝听了 非常高兴 嗯 啊 在这个 找高兔的时候 我们都在偷吃了你 那我给你偷 嗯 哈哈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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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待会儿我给你抠一个 不久 皇帝去试衣服 两个骗子拿出 并不存在的衣服 给皇帝穿上 嗯 嗯 皇帝高兴的穿上新衣服 参加游行大典 街上的人都说皇帝的新装真漂亮 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 可她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 一个小孩喊道 大家顿时安静了一下 一下 赶紧着大果兜 笑起来 嗯 那这个是一个皇帝的新装的一个故事 就读完了 然后呢 现在就是给大家看一些 狗 给了 快点 哎呀 没事 走了走了走了 叫什么呢 要把他头抬起来吗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别动啊你 你拍他呢 哎 哈哈哈哈 他们是兄妹哦 哎 怎么这个换来换去 哎这是母的 那就是母的 咱们都是公的 可可送家的 嗯嗯 你不可不可送那个小卷 哈哈 哈哈哈哈 两只 哎咳咳咳咳咳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大家看下大狗吧 哎不能去接播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小卷 哈哈哈哈 妈咪 是你大块的 这是他们寄的狗梨 他带走了 哈哈 两个院子充满了小狗 哈哈哈 真够饭哦 他快要吃宝宝了 好今天呢 有可能 今天比较疯狂 所以 今天有可能比较疯狂 所以说 如果还想看的话 我们都会录视频 拜拜